先来关注到中美元首视频峰会 于北京时间的16号上午8点46分左右正式开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 中美两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他愿意和美国总统拜登一道形成共识 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 总统先生你好 向在座的你的同事们问好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 当然这个不如直接面对面 但也很不错 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兴 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 人类是一个地球村 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人理事国 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 又承担起迎进的国际责任 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这是我们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推动中美各自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包括刚才讲到的有效应对气变 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 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 形成共识 积极行动 引领中美关系向积极 关系积极地向前发展 这是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下面我也愿意 这个与总统先生就 全局性的问题 全面广泛的开展交流 谢谢